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搞的 赶快去关掉水阀 是 快 快 快 关掉水阀 快点 报告司令 怎么回事 刚才去了库房 水阀脱落 正在换新的 赶快派人去修 是 赶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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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加藤先生啊 最近催着要加快破解云松土 着实让人为难哪 赶爹 你干吗那么辛苦啊 你让他耐心多等几天 哎 没那么简单 日本人催得紧 看来啊 我真要告老幻象了 赶爹 嗯 不要紧 不然 您让孩儿帮您看一下 没准我能找出其中的玄妙之处啊 好 那你就帮着看看 这云松土的 玄妙之处在哪儿 好 这就是传说中的云松土啊 嗯 这儿怎么不清楚啊 这就是其中的玄妙之处 可是他已经被毁了 这个怎么办 所以啊 只有找到 毁掉图案的 这个人才能柳安华明 是 现在可以确定 关押苏联专家的地方没有变 还在陈伯康的阁楼上面 我们已经把武器 隐藏在喷泉里面 我来负责强工 聂生可以从侧面进攻阁楼 嗯 我和军辉一起从正面吸引敌人 不行不行 这不是罪假方案 我们还是要好好想想 陈伯康这么狡猾 而且上次的事情 他已经提高了警惕 我觉得他这一次 不一定参加韩司令的堂会 雪茹说得很有道理啊 那如果他不在堂会上出现 那我们这次的任务 难度就更大了 我看这样 我呢 再找一下燕先生 看能不能通过他们 戏班的身份 寻找一下进入室内的机会 这样呢 就可以最大程度 回避强工的方案了 这什么意思啊 李副官 韩司令这是下逐客令吗 陈先生 您别误会 韩司令五十岁生日 这是个大日子啊 这件事两个月以前 就已经给燕先生下过订单了 您别怪罪 我不管他什么五十岁生日的大事 我来天津 是执行秘密任务的 他这么大张旗鼓的 弄一帮人来 就在我前院大台长西啊 这太过分了 你回去告诉他 这事我不同意 这个信不能上 陈先生 您这么说 可真有点为难我了 我们为您的安全尽了多少力 这就不多说了 这里是城防司令部 是韩司令的地盘 他自己过五十岁生日 您都不许 这有点儿 就说不过去了吧 李副官 你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我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上次那个 共产党行刺的事 你还历历在目的吧 所以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希望韩司令三思 你把这情节还给他 我恕不奉陪 好吧 如果你坚持 让韩司令改变主意 我人为言轻 还是你自己跟他说吧 李先生 今天您来是有什么事吧 我答应您的事一定办到 感谢燕班主的开明之举啊 二伙 把那小凤华叫下来 好 我们这小凤华 办相好 嗓子好 尤其那个唱腔 在这天津码头上 很难有人载起左右 那是我得意的弟子 其实我也没什么顾虑 说实话 每天哪 给这些达官贵人唱戏 我早就想退隐了 可是 这小凤华的路还长啊 燕先生 这你放心吧 只要你们戏班的人 愿意到后方去 我们都欢迎 我们更需要 像你们这样的名家 去宣传革命的真理 和艺术的魅力啊 谢谢李先生的指导 李先生这就是小凤华 给李先生问好 像 像 真是太像了 昨天哪 我们呢 去了趟燕家班 所以我呀 对咱们的行动 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现在啊 有一个新的同志 加入我们的组织 我们 就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这位新同志 小凤华 夏兵 俊辉 是我 听说组织上 派我来天津 和你一起这些任务 我还以为 是政委和我开玩笑呢 没想到 咱们真的见面了 是啊 少卫同志 可真有你的啊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原来是把我媳妇给找来了 怎么 你不喜欢 没没没 我还要谢谢你呢 我们俩 有一年多没见了 不过 不过什么呀 不过我怎么觉得 夏兵跟小凤华 不是很像 这天底下 就是有这么凑巧的事 夏兵同志 与小凤华 不但像 而且 难以区分 昨天呢 我见到小凤华 我还以为是啊 是夏兵同志 改行唱戏了呢 差点叫出夏兵来 夏兵 换衣服去 好 昨天呢 念生在艳家班 学那几招啊 还真有点京剧范 念生 你的任务就是 艳家班的舞升 在舞台上 居高临下 更容易掌握全场情况 昨天呢 我们见到了天津的名单 小凤华 如果陈伯康不出现在 堂会现场 我们就让这个小凤华呢 以禁酒献取的名义 接近族不出户的陈伯康 当然了 这么艰巨的任务 我不会让真正的 小凤华去完成 所以啊 我特意从后方 请雷卡咱们的小凤华 怎么样 真的是一模一样 这 这也太像了呀 和小凤华 简直就是同一个人啊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 来之前 郑文已经和我讲过了 我虽然不会唱戏 但是 我保证完成任务 一切听从少妃同志的安排 什么事啊 还让陈先生亲自来拜访 你这是稀客呀 韩司令武士大寿 我先公庆了 不过我听说 韩司令还找了一个唱戏的班子 来唱堂会 这事有些不妥吧 有什么不妥 司令别生气啊 只因为啊 天津这段时间不太平 再说呢 我也是为秘密行动而来 希望你能够谅解 您说这么多人 乌央乌央的跟感激似的 那听大戏 难道这就是 韩司令为我保护安全吗 您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就是 取消这次堂会 我陈某人呢 给你韩司令啊 备一份厚礼 为你庆生 我明白了 可是陈先生 你好像没明白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呢 这可是我的官邸 轮得着你在这儿 发号施令吗 我还告诉你 我早就不想伺候你了 你算什么呀 我每天得派十几个士兵陪着你 你蹲厕所 都在旁边有人蹲着 就差给你擦屁股了 我告诉你 老子从来都没有让人 那么伺候过 韩司令 你怎么这么说话 怎么说话了 我想怎么说话 还轮得着你管我吗 我告诉你 老子想怎么过生日 就怎么过生日 老子扛枪打仗的时候 你干什么呢 你算什么玩意儿你 这 你不想在这儿住了是吧 你住腻了是吧 走啊 你还别把我逼急了 逼急了我一枪毙了你 你要是住腻了你给我滚 你敢出去吗 你要是敢出去 我派几十个卫兵 一仗队我还松你 你现在从这儿出去 你敢吗 行了 老爷 你坐 你快坐啊 先消气 什么玩意儿啊 我说陈先生 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 这燕先生 可不是谁都能请来的 这两个月前 我们就安排好了老爷的寿臣 您这一来 把我们老爷搞得天天不见人影 也就算了 怎么 我们老爷过个生日 他把您给惹着了 太太 用不着打理这种人 我告诉你啊 我是枪子里滚出来的 我跟你不一样 你算什么呀 无群之徒 你太过分了 你 你是不是要把我给逼急了 把你那条小命给留这儿啊 滚 陈先生 您请回吧 说什么也没用的 我们老爷的生日 怎么能不过呢 老爷 您消消气 什么玩意儿啊 吃理他外的东西 您消消气 何必跟这种人一般见识呢 报告司令 孔文涛先生求见 是 咱家这最近是怎么了 跟走马灯似的 这孔文涛是干什么的呀 好了 你别管了 先下去吧 让他进来吧 是 你们这韩司令 就已经武夫 太无礼 太浑蛋了 知道吗 气死我了 我早就应该回奉天去 要不是那俄国人 耽误我这几天 我早就走了 陈先生 您别介意 韩司令就这么个人 说完就完 他说完就完 我还没完呢 李副官 我问你 那个燕先生你了解吗 他什么人呢 当然了 整个天津卫 谁不知道燕先生啊 还有人专程从北平港来 就是为了听他一场戏 那可是大佳呀 不会出什么事吧 能有什么事 放心吧 你说得容易 就上回那事 谁能想到有那么危险 行了 你先下去吧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好 那我先下去了 来人 我先去 尹先生 你呢 派人去给我查一下这个燕先生 要仔仔细细地查 查清楚以后马上向我报告 明白 这是柴瑶的古词 一件正宗的官瑶真品 韩司令 您看看 孔先生找我有什么事 那在下就直说了 不知韩司令 有没有听说过云松图 现在日本人对着云松图 可是挖空了心思 这件事 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听说过 云松图 不过 那只是个传说呀 我是个军人 只是奉命行事 你找我有什么用 你想让我怎么做 韩司令误会了 这云松图虽然是江湖传说 可他万一是真的呢 好 接着说 这云松图 向来没有什么佐证可以证实 不过 在下在南京有一些亲属 正在为党国做事 这些人可以随时给司令您调遣 我的意思是 司令您和我的这些亲属联合起来 把这种买卖结下来 那可是一桩 非常划算的生意 那你看这样啊 至于这个事情是不是传说 你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再说 且不可操之过急 水到渠成的事一切都随缘 你说呢 稍等 孔先生 他们前些日子呢 给我拿了些新茶 你也拿过去尝一尝 不行不行 在下怎么能用韩司令的茶 司令 这件物品还是请您务必笑拿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我就收下了 一会儿呢 我派车送你回去 好吧 不用不用 茶呢 一定要拿着 尝一尝 既然韩司令诚意相送 那我就不便推辞了 没事过来续续 好 一定 请问是燕先生吗 在下正是 燕先生 我们借到天津 本不想凑什么热闹 既然能听燕先生的戏 那也算是缘分 但是老板的命令 我们还是要执行 随便看 我们唱戏的 不怕有人看 就怕没人看 燕先生 只乃豪爽之人 燕先生 上次给司令唱堂戏的 就是这些人吗 嗯 还有一位小凤凰 小凤凰 燕先生 您找我有事吗 哦 他们两个人呢 是请咱们唱堂会的 燕先生 既然没事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好 以后就听燕先生 跟这位小凤凰的戏了 恕不远送 请留步 好 嗯 好 好 对 请转告韩子领啊 那个堂会我就不去了 等完事以后呢 我请大家吃饭 哎 哎 记着啊 让那个小凤凰来作陪 兵王小姐 对对对 哎 嗯 好嘞 凤凰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凤凰小姐 我们陈老板 对你的唱腔仰慕已久 特意想请小姐 堂会结束后 留下来小婿 喝杯小酒 不知 意下如何 这是我们陈老板的一点心意 这位陈老板可真够大方的 可是 我从不陪酒 再说了 你们陈老板要请的话 也要知慧宴先生 我怎么能去赴这个意义 你别走啊 我们陈老板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不就是吃个饭交个朋友嘛 不过这两根是少了点 这要是三根的话 三根 三根你确定他能听你的 等等等等 好 只要你能办到三根就三根 好 一言为定 到时候啊 你呀上我们后台找我 唐慧呢 小凤凰先出场 接下来是武生 如果陈伯康没有出现在现场 下兵同志就要马上寻找机会 迅速地接近他 闯入他的房间 明白 念生 你扮演武生 观察现场情况 如果陈伯康出现在唐慧现场 你就观察好地形 做好下一步准备 如果陈伯康没有出现在现场 你下场之后 就是燕先生的压轴系霸王别姬 李俊辉 刘林 你们这时候要迅速接近 藏武器的地点那个分泉 在进入房间后 铲除大罕见陈伯康之后 迅速到屋里救出安德烈先生 明白 明白 然后你们呢 就从水房秘密地撤出 出来之后 就把保护安德烈先生的任务 交给念生 你们两个负责断后 放心吧 保证完成任务 媳妇 要小心啊 我会的 等完成任务了 我们回来 给大家补上去年的喜酒 军辉 你要注意安全 我们先撤离 我等你回来 好了 你们回来的喜酒 和庆功酒 我来请 大家注意力高度集中 这次成败在此一举 您好 您没请 恭喜恭喜啊 恭喜韩司令 给莫吧 各位 今儿的堂会可多卖卖利息啊 好嘞 小凤凰 今儿晚上可得红火天啊 好好好 欢迎欢迎 恭喜你啊 司令 客人都到齐了 可以开始了吗 那个臣波康过来了吗 这都身体不舒服 说什么也不肯来 韩司令 恭贺韩司令受戴 好 这是我们陈老板的 一点小小心翼 好 招呼客人们都进来 开始 八年夜 为庞太久 有劳劳 验文系 一定要请到小凤凰 我们陈老板 在后屋等着验请他呢 不在话下 只要你讲信用 这事儿肯定能办 你放心吧 所以说话 像巴结婚 就不分 把兵绑来身边穿 让我们保管 我该保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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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凤华 我等你半天了 来来来来 进来 快快前进 我可是恭候多时了 我是久闻大明啊 真是貌若天仙哪 好 您就是陈先生吧 正是 正是 快快快 里面请 里面请 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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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咱们喝杯酒啊 来来来来 咱们喝杯酒啊 来来来 咱们干一杯 咱们干一杯 陈先生 你太着急了吧 怎么了 你看窗帘都没拉呢 没事 这儿安全啊 你去拉嘛 把窗帘拉上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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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生 你再喝一杯啊 到这儿来喝啊 非的我去拉你 来来来来 到这儿来 来来来 咱们到这边来喝 来来一杯焦杯酒好不好 来咱们俩喝一杯焦杯酒 来 陈先生 你没事吧 没事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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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儿 来 来 来 陈先生 你别这样 来 别这样 来 来 陈先生 你他娘跟我装什么呀 金条都收了 你给我装良家少女是吧 陈先生 你先别这么急嘛 咱们直接干掉警卫 闯进去再说 别急 我们要等下兵的信号 别说话了 注意隐蔽 我着急 我怎么就着急了 来吧 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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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很不容易 也不能干得 все 我去拉啊 等我啊 快点啊 ordnung 快点啊 一下 遏 你什么人 你怎么进来的 我叫白聂生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你别杀我 我什么都给你 就要你的狗命 你冒充 theoret里 你冒充吗 你冒充你 你冒充 快去看 不 你冒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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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冒充 你冒充 快 快 走 怎么回事啊 小心 快走啊 快走啊 走啊 快走啊 快走 看上去 是 快 封锁拯救大佬 快 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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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爹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没事 坐 打枪打到我司令部来了 你去 带着人把这帮人给我抓住 那帮戏子我告诉你 没一个好东西 肯定跟这事有关系 看着我干什么 滚哪 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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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慧 念慧 我救他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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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眼睛 爸 你赶快让她们走吧 她们走了我们不就安全了吗 快离开窗户 给我出 快追 别动 别动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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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们 把他给我押下去 是 走 咱们继续追 是 司令 那个俄国人 已经被我们抓回来了 你查清楚了吗 外边这帮都是什么人哪 这个还不太清楚 司令 那个陈伯康 怎么了 那个陈伯康被杀了 什么 司令 这个怎么办呢 这回事可大了 你去 去把外边这帮人 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 统统要给我抓回来 听见没有 是 是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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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给我追 别让他跑了 快 女儿 军辉 你醒醒啊 你看看我啊 军辉 军辉 你看看我 你醒醒啊 我们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 军辉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军辉 我没能完成任务 对不起 军辉 你很勇敢 任务完成得非常好 你要坚持住啊 你要坚持住啊 哼 夏兵 军辉 我在 我在 我不能再照顾你了 女儿 你一定要照顾我自己 不 不 军辉 军辉 不要啊 不要 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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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搞的 怎么会发生了这样的事 韩司令 你怎么解释 是 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情呢 无可奉告啊 那陈伯康呢 陈伯康怎么死的 他是在你眼皮底下死的 你要负责 我是你什么人哪 我是堂堂国民政府警备军 不是你的看家护院 你这是在推卸责任 喂 报告司令 告诉你 家唐 什么事 那些人伙同西班 一起从事先挖好的暗道逃脱了 建言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一个都不能放过我 是 司令 我们发现了他们丢下的衣服 那些修喷泉的工人 就是他们伪装的 谁找的人 我马上去找 去 是 司令 您的电话 原来你这里 早被地下党盯上了 我还以为你这里 是万无一失的堡垒 我要带走俄国人 我告诉你啊 那人肯定不能带走 我现在正调查这件事情呢 我必须马上把他带走 好 我知道了 你当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你们日本人怎么就这么死刑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正在调查这件事情呢 你家疼能解决这事吗 你把那人带走 你带哪去 我告诉你啊 我这事还多着呢 我恕不奉陪 不送 我们革命场 随时要准备流血牺牲 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李军会同志牺牲了 同志们 我们要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 不能让历史的血白流 军会牺牲了 我们的家也没有了 我不会让他白白牺牲的 我会带他看到胜利 等到那个时候 我要到这里来告诉他 夏兵同志 你很坚强 你说得对 要为了烈士迎接胜利的到来 朱同志 朱同志 你已经暴露了 到后方去吧 俊飞同志的牺牲 我很难过 我没能完成好任务 别这么说 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你回去 带我向后方的首长问好 邵飞同志 保重 年少 我要去北平一趟 向上级领导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 所以最近这些日子 你们要隐蔽起来 好 知道 赶快去吧 是 司令 已经查清楚了 找来工人的 是咱们警卫部的一个牌长 人呢 已经逃脱了 你说让我怎么说你们呀 这个人在我身边这么长时间 你就一点察觉都没有 你们还能干点什么呀 去赶快查查 看看还有没有像他这样的人 是 我一定仔细审查 司令 你看这俄国人 我们该怎么办 俄国人 是 暂时扣押 现在陈伯刚死了 这个悟松计划 他成了关键 现在不能轻易放过他 明白了 是 那个加藤 要是再过来的话 替我打着 我不想见他 是 老爷 小姐病了 怎么了 有点发高烧 一直在说胡话 我已经叫医生了 怎么样 情况严重了 没什么大碍 就是激活攻心 我已经给他福过药了 司令放心 聂生 聂生 快跑啊聂生 谁是聂生了 快跑啊 这怎么回事啊 这次行动之后 敌人一定十分猖狂 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是啊 我想去了解一下 码头的情况 其实也可以缓缓再行动 这些天我一直有预感 码头那边会有动作 而且绝对不能让加藤 掌握码头 要尽快救出苏联专家 我想 如果再次营救苏联专家的时候 由我来执行任务 好 我跟你一起去 还有我